跟着音乐拍手摆动 纽泽西民主党现任州长得票数奇迹逆转 领先对手一个百分点自行宣布当选 纽泽西明明是民主党大票仓 竟然差点输掉选举 而同一天投票的维州州长 更是游蓝翻红 被共和党意外拿下 民主党执政其中考 显然不及格拜登亲上火线检讨 民主党明明掌握国会多数 却因为党内进步派和温和派分歧 迟迟过不了1.2兆美元基础建设 还有1.75兆美元社会支出法案 这些法案都和选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民主党内讨害得选举结果惨兮兮 共和党开心看好戏 共和党摩择掌握 共和党摩择掌握准备一年后其中选举 可以上演国会大翻盘 一举拿下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十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